我们再来一起看Node.js中的JavaScript实现 Node.js中的JavaScript是由ECMAScript和Native模块以及NPM组成 Native它就是一个原生的模块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模块来使用一些JavaScript语言本身不具有的一些能力 那么NPM它是一个包管理系统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开源库生态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NPM扩展包来快速的实现一些功能 那么这里大家可能对Node.js是不太了解的 Node.js它是基于谷歌的一个V8引擎实现的JavaScript运行式 它使用了高效轻量级的事件驱动以及非阻塞的L模型 我们通常会将Node.js作为一门后端的语言来使用 那么了解了前面两种JavaScript的实现之后 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小程序的JavaScript实现 小程序的JavaScript呢 它是由ECMAScript以及小程序的框架和小程序封装的一个API模块组成 那么它和浏览器中的JavaScript相比呢 是没有BOM和DOM对象的 所以我们一些类似于这种JQuery Zepto的这种浏览器类库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同样的它也缺少Node.js中的一些Native和NPM模块 所以小程序中我们也没办法去使用原生库和对NPM包进行一些包管理 刚刚我们讲了Java和JavaScript它之间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和JavaScript关系比较密切的一门语言呢 这里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ECMAScript ECMAScript呢 它是一种由ECMA国籍通过ECMA262标准化的脚本程序设计语言 ECMA262呢 它规定了ECMAScript语言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分别是语法 类型 语句 观念字 操作符合对象 而我们平常使用的浏览器里面的JavaScript 以及Node.js它里面的JavaScript环境 还有小程序里面的JavaScript 它都是基于ECMAScript的一种实现 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 ECMAScript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普通话 那么后者呢其实就是我们各地的方言了 只是说我们后者它去封装了自己的一些模块特性 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浏览器里面的JavaScript 以及Node.js里面的JavaScript 还有我们的小程序里面的JavaScript 它语言的实现其实都是不一致的 我们一起来先看看浏览器里面的JavaScript 它是它的一个组成 浏览器中的JavaScript呢 它是由ECMAScript以及BOM和DOM组成的 BOM呢指的是我们浏览器的对象模型 而DOM呢指的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文档对象模型 那么外部前端开发者应该会比较熟悉这两个模型 它可以让我们通过这两者去操作浏览器的一些表现 那么DOM呢它是HTML和XML的应用程序接口 DOM呢它代表着我们加载到浏览器的一个窗口的一个当前网页 我们可以通过JS也就是JavaScript 来读取当前网页的这个DOM对象 一般我们称之为DOM 那么BOM呢它主要是处理浏览器窗口和框架 描述了与浏览器进行交互的一些方法和接口 比如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个页面的URL 也可以重新打开一个浏览器的窗口